人人都想成為富翁 誰才能成為真正的富翁 富翁 富翁 這次是真的走運啦 唯一的機會 請鎖定中天綜合台 富翁的誕生 敬請期待 也是跟家庭關係有關的 是國片《富後七日》 它上映還不到一個月 票房是不斷創下了新高 而且已經累積到了3000萬 劇組是興奮的舉辦慶功宴 而兩位導演還送上了30萬元的大紅包 來犒賞全體的人員 哭得淒慘 女主角賣力的為去世的爸爸哭嚎 這是富翁七日的電影片段 上映不到一個月 票房已經狂破3000萬 3000萬 現在的票房了3000萬 這個片子確實感動很多人 然後大家都很有一些感觸 因為很謝謝大家對這個片子 這麼支持 祝福豪七日 祝福豪七日 導演和演員們開心舉杯慶功 並且獻上30萬元大紅包 獎勵大家一起努力三年 不但榮獲國內外多項頂大獎 現在票房更是大賣 死亡原本害怕觀眾會有很多的競技跟忌諱 可是這部片子能夠在短期內 創造這麼好的票房 其實是有很多是爸爸媽媽帶著小孩一起去看 探討社會競技的生死話題 連導演都驚喜電影引起極大的迴響 現在他們期許富豪七日能更上層樓 即海角七號再度掀起國片熱潮 週年新聞楊時中錄一台北採訪報導